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最近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那就是什么是做空 我们今天来讲一讲什么是做空 在尽快的时间内给大家讲明白 我们知道股票是吧 比如说我们今天买的一股是吧 这股票是一块钱一股 我们买了一千股 然后它明天的时候涨掉了十块钱一股 我们把它这一千股再卖掉 是不是我们的钱就瞬间增加了十倍 是吧 但是你要交一些手续费 可能就增加了没有那么多 但是你的钱就瞬间的一下就多了 这就是炒股一夜爆发的原理 那么炒股是怎么样的 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个 比如说我们讲说我们的股票曲线是这样子的 是吧 那我们在低价买入 在高价卖出 然后我们去挣它这个差价 是不是 我们把这个差价一挣 是吧 这差价就都是我们的了 所以说这就是股票的一个基本原理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叫做空 做空就是在高价买入 在低价卖出 你就说那这奇怪了 是吧 高价买入低价卖出 这还能挣钱 是吧 这见的真是见的鬼了 是吧 这怎么怎么做的呢 在实体经济下面 我们是确实不可以这么干的 是吧 就是你这个钱只有这个钞票的情况下 我们是确实不能干的 在虚拟经济的情况下 我们就是可以这么干 什么意思呢 就是反其道而行之 我这个先就是我们来捋一下这个过程 比如说有一只公司的股票 比如说GameStop 对不对 它原来的价格呢 假如说是500刀 那么我们就先借入1000股 我们先借 先打个借条 先借入1000股 然后呢 找这个公司先借入1000股 然后我呢 会支付利息 是不是 我就换出来了500刀乘以1000股 就是换出来真金白银 但是呢 我呢 并没有真正的去买入 然后我呢 借期呢 有三年 对吧 我三年之后把这个1000股再还给你 我还给你 不是还给你钱 我是还给你股票 然后我在这三年内就拼命的盼着它跌 或者我使一些动作 我让它跌 对吧 三年之后呢 它的股价就变成了1美元一股 那么我现在呢 就真真正正的去买入它1000股 对吧 每股1美元的价格去买入它1000股 也就是我真正的花了1美元成1000 也就花了1000刀 对不对 以前花了 以前挣了500个1000刀 现在是只花了1000刀 对吧 然后我用着这廉价的1000股呢 去抵偿之前借的 因为我之前借的是股票 借的又不是钱 是吧 我把这股票还回去 我相当于就是前期两清了 当然还有那个利息 是吧 利息是微乎其微的 我们不用去管它 然后之后你会发现一个神奇的事情 那就是我们之前换坏了500乘以1000刀 对吧 现在就变成了1美元成1000 所以我们就这么凭空的多挣了499倍 对吧 虽然我们会支付一些利息 比如说利息可能是两倍 对吧 那我们最后就挣就强行挣了497倍 那么什么样的股票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什么样股票会被做空 那就是一个股票 它如果要是这个公司 它是经营不善 或者这个公司 它这个没有前景 它就会不同的跌 比如GameStop为什么会跌 就是以前的时候 咱们去玩游戏 都是买一个游戏机 是不是 买个游戏机 不仅卖个游戏机 你还得买一个卡带 你没有这俩东西 你根本玩不了游戏 是不是 现在玩游戏都是在互联网上买 对吧 那么这样一个实体的卖游戏的商店 对吧 而且由于各种什么疫情之类的影响 这个商店就彻底开不下去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商店就会不停的往下跌 所以就很多人会去做空它 那么做空它会有什么问题呢 会产生很多的泡沫 对吧 虚拟经济是不靠谱的 因为以前的时候 你这个钱是 就是说 我有100块钱 我才能花100块钱 我要是没有100块钱的话 我就花不了这100块钱 所以这个 这就是说我们的钱 以前情况下是 我有多少只能花多少 我不能花的比我那个钱数多 但是现在的钱呢 可以 可以变成数字化 可以变成负数 对吧 可以变成 可以变成各种各样的数 所以说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去 再考虑我们的这个信用问题 还是怎么样的 我们可以把钱直接化成负的 那么这样的话 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事就是 比如说你去 真的去一个赌场去赌博 对吧 你把你的钱换成筹码 对吧 你筹码赔光了 你就赌不了了 因为你没有筹码 但现在可以把你以后挣的钱 也也赌进去 那么就会参加一个问题 就会参加一个银吃猛粮的问题 就是今年把明年的粮食给吃了 然后呢 明然后过了过了明年的时候 又把后年 大后年的粮食给吃了 就这样一直吃吃吃吃 等到比如说 今年是2020年 你可能已经把粮食吃到 2300年了 那么你到后面的这些年 你该怎么过呢 反正这些华尔街的大哥 也不会去考虑这个问题 是吧 所以这就是虚拟经济非常不靠谱的一个原因 但是呢 今天呢 出现了一个事情 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 有一些金融大鳄 对不对 买了这500块钱 500块钱 当时买了1000股 然后呢 结果他的这个行为呢 实在是太坏了 对吧 他就是激怒了这个网民 激怒了这个整个的投资 投资圈 然后这整个投资圈就想把它搞死 对吧 当然不是 不是靠一个人力量就能做到的 就是说所有的散户一起 大家一起把那个人搞死 对吧 所以怎么去做呢 就是所有的人 在他快要去偿还这个 就是当他那个股价已经跌到这个程度 他快要去 真正去进行后面的操作的时候呢 大家疯狂去买入这只股票 把这只股票给他买到2000美元一股 那么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那就是说他手里没有真正的股票 对吧 那他就需要去买 他就真正的需要去买这1000股 这1000股的话 每股是2000美元 所以就比原来的价格多了四倍 你知道公投公司 其实他并没有什么太多的钱 所以说当你这么去操作的时候 就是恨不得就是说你并不需要高太多 你只要高个10倍或者高个5倍 那公投公司就已经承担不起他整个的这个运营费用了 就是因为他并没有太多的钱 所以如果说把他价格涨到2000美元一股的话呢 就公投公司他发现他自己偿还不了2000美元乘1000股 那么他就只能宣告破产 对吧 所以散户们就获得了最大的胜利 大家就非常高兴 因为我们终于把这个坏人干掉了 对吧 所以这就是这回的事情的一个故事 但是还有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人 这些金融大恶 他们并没有那么傻 对吧 不会这么就这么凭空的被干掉 对吧 所以说后面可能还会有一些反转 但是另外一件事就是这件事也能看出来一个特点 那就是散户确实很愤怒 对吧 那他们不会 因为他们这个钱放在股票里面可能真的就没有了 最后就真的消失掉了 他们不一定能够真正把这个钱赢回来 那么他们就把这个自己的可能仅存的这几千美元 对吧 都扔到了股票里面 对吧 就为了就为了赌这么一把 就为了把这个人 就是他们把钱扔进去的 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个人搞死 也就是说有个人被绑在那个火刑柱上 对吧 大家把自己的钞票扔进去 让火烧忘 就就就刚才这么一件事 所以这件事也是一件挺神奇的事情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就当时金融危机的时候 就是各各次的金融危机 其实都是由于泡沫所造成的 也就是玩虚拟经济玩的太过分了 对吧 什么加杠杆啊 这玩这些东西 最后导致这个经济入不敷出 银齿某粮 所以怎么办呢 就是真正把钱投进去的 并不是这些空投公司 空投公司 它只是一个 它只是 这些公司空投公司 或者是投资公司 基金公司 他们这些公司 其实只是一个运营机构 他们自己并不承担损失 真正把钱投进去的 是老百姓 对吧 他们把钱投进去之后 结果这些公司 把他们钱都给他烧光了 烧光了之后 他们这公司一申请破产 对吧 过两年换个壳 再重新一组 他们就又成了一个新公司 但是那些钱就真的烧光了 那些老百姓就真的 就没房子 没车开了 没房子住 没车开了 因为他们把自己的 真正的积蓄都装进去 包括自己养老金 吃的东西 然后金融危机的时候 来这么一波 他们的钱就都没了 所以他们就非常痛恨这些 然后这些公司 又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 对吧 他们不能倒 他们一倒了以后 经济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所以美国政府 就又得去救这些公司 他们就又得用纳税人的钱 去救这些公司 所以就更造成纳税人的愤怒 所以出现这样的事情 其实就是由于 他们得罪的人太多 就是说导致他们这个 除了精英圈以外 其他人全部都恨他们 最后造成了 今天这样一件事 就是他们宁可把这些人 绑在火星柱上 把自己的钞票扔进去 把火烧忘 也愿意把这些人烧死 就干了这么一件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也是挺有意思 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今天给大家讲讲 做空的概念 和这次事件是怎么回事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